這一集,大家的婆婆都不可以看 我奉勸芯妮,這集不要告訴婆婆 我立刻衝過去,哎呀,不要抹口罩 然後立刻幫她戴回這個抱手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還是我誇張 我真的爆炸那一刻 歡迎大家收看靚媽圍爐 今集不如我們說說跟長輩的相處之道 這個我真的要鄭壯很小心地說 為什麼呢?你會有問題嗎? 不是 要這麼小心? 不是 因為我有一個研究,是日本不同產公司 找了620個幾分的女士 分別是25至49歲 她問她們最想跟婆婆的距離是多少 有36.8%希望跟婆婆的距離是1至9公里 有20%希望是10至19公里 有一些人妻說她希望跟婆婆的距離是1萬公里 有多少她的聲音? 要坐飛機才能見得到 她沒有說是有一點,她沒有說是有一點 所以這些是一些參考性的資料 你想你跟婆婆的距離是多少呢? 我跟婆婆的距離是多少呢? 我跟婆婆的距離是多少呢? 我跟婆婆的距離是長輩 所以我偶爾都要見到 但有時見得太密 那又會有一些 例如呢? 她會有些 哈哈 我有一個朋友 她好像有很多東西想說 其實 你昨天跟我說你的朋友 發生了一些事情 什麼事?為朋友是怎樣的? 我的朋友 你現在說是朋友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Azure還是Berry 冷靜一點 沒事的 你們先想想一下 我要想想 哈哈哈哈哈哈 她怕你發不到家 哈哈哈哈 不用怕 不用怕他們 我都會變紅 其實沒有你這樣 奶奶是OK的 但是呢,說真的 我自己呢 現在生了一個兒子 雖然我兒子只有三歲半 很多人都說我誇張 但我也是會想 將來他 可不可以認識到一個女生 跟他匹配的呢? 啊 即是你會漂亮啊 那一個是否配得起你的兒子 因為當你自己生了兒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哎呀,她真的很可愛 她最可愛 她最好 對啦 那我講一樣 就是我一個朋友 真的 那我朋友呢 真的 她和我老婆協議 那她老婆說 今晚我吃完飯 就是你洗碗的 那她媽媽呢 剛好一來 上來吃飯 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要我兒子洗碗呢? 嗯 那我就很不滿了 但是在他們兩個人一起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喂,我們協議了 昨天我洗 今天就是你洗的 然後呢 媽媽說不行 我幫你洗 那她老婆又很生氣 然後那男生 你就要看他認識不認識 即是你先說那個 奶奶會覺得 因為很疼自己的兒子 很抱歉自己的兒子 為什麼要她洗碗呢? 對,而且她剛剛放完工回來 她很累的 你可不可以 我想說一個大前提 是剛才說 如果我是奶奶 我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即是說 都會 對,都會 有時候真的很難 因為有時候 你女朋友的身份 例如我是太太 我都會覺得 我老公可能要為我做些什麼 你會覺得很正常 但是 住門的身份 媽媽見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 搞錯 你真是辛苦她 那時候我兒子還沒出生 我還沒體會到這件事 現在是不是張身被機 但我兒子出生了 我就明白為什麼媽媽那麼緊張 我老公也會說 你以後 死定了 肯定哪個女生 你都看不上眼 那你一代回你奶奶的身份 你會不會更明白 我會更明白 真的 會變了很多事情 因為你很擔心 她夠不夠愛我的兒子 我自己跟我奶奶 是同住過的 是啊 很厲害 試過住 是啊 但是我奶奶 她老公不在家的時候 她真的會跟我聊 那時候我還沒入門 還沒結婚 但她都會說 你愛我的兒子多少 真的這麼直接問 是啊 她說我擔心你 將來會不會愛她 然後我也記得 我跟她說我會 我會 我會嫁給她 我會和她結婚的 我會愛她 但她當時問 跟你聊天是 嚴肅那種 還是跟你真心聊天 你是不是真的會愛我的兒子 那種 感覺是給你 可能她覺得輕鬆 但我也覺得嚴肅 不要問我 尊重長輩 我覺得尊重長輩是對的 但我覺得現在 為何人們 常常說有婆式糾紛 由以前到現在都是 其實想想 現在這個年代 教育方向 跟以前的年代 很不同 例如說餵食飯 我們可能會主張 她自己選食 拿手 怎樣都行 但以前那代不是 要不住餵她吃 如果到處走 都要追著餵飯吃 我有個朋友 是奶奶 幫她照顧兒子 當她上班的時候 她覺得很早就要煮粥給她吃 但其實我們這輩 六個月後 才開始加固 有一次就煮個乳粥給她 但挑一些乳骨 不夠正 接著 小朋友有一點卡爭 好像不知選了還是怎樣 幸好不用去醫院 但因為這件事 就罵大家了 真的會 對 因為媽媽覺得 煮乳粥給她 為何我疼她 但她就說 這個時候會不安全 有乳骨 所以有這些東西 會很容易有摩擦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有時太近的話 有機會就有這些意見的分歧 是啊 我反而跟奶奶沒有 我奶奶是很簡單的 而且又不記得 跟我很相似 我老公也說我跟她很相似 通常她說話 她說的話 我通常會 嗯 好啊 我只回答三句 我不會加任何意見 無論是否正確 但是 到真的有了小朋友之後 有些價值觀 或者教育 例如 食糖無所謂 這些我一定會說 可以吃 一個禮拜在媽媽可以吃 但回家不可以 一定會說出口 我會有一點堅持 會說這些 因為你在教育你的小朋友 你不可以張就了之後 你覺得方向是不對的 就影響了教育方向 是啊 那你媽媽會不會跟奶奶比較 我媽媽 她也是隱藏的 但我也很兇 我以為沒有 通常媽媽是自己的女兒 不會有這方面 媽媽就沒什麼合作 但通常我們一起吃飯 在家裡 就是奶奶媽媽 哎呀 糟糕了 我就叫媽媽 但是 坐在對面 兩個都是媽媽 然後我就意識到 兩個都看著我 那一刻我就開始 就是 有點尷尬 我會感受到 可能我媽媽會 不開心 我叫媽媽 其實可能 我是想跟奶奶說 一些事情 但是我習慣了 奶奶到我叫她媽媽 我媽媽就叫媽媽 現在兩個都應我的時候 我就開始有點 哎呀 糟糕了 自此之後 通常我奶奶和媽媽 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會叫我媽媽媽 叫奶奶 做奶奶 到兩個在一起 就有些分別 那我就感受到 為什麼會婆式糾紛呢 就是其實 你是你媽媽的女兒 雖然你嫁了給你老公 雖然她都說 你都是多個女兒 但是 始終 她真的不是你的女兒 當然有分別 有很多東西的語言上面 譬如可能 我和媽媽說 和我和奶奶說 其實 兩個剔和兩個受的都不一樣 如果你要我 叫我奶奶做媽媽 我就說不出口 因為我媽媽 在我心目中 我這樣說 是unique的 我不可以叫別人做媽媽 不過我覺得 其實婆式糾紛 都很要看 男人是否懂得做 其實是個老公 那你老公懂得做呢 我覺得她真的處理得很好 她知道我 其實她很有原則自我 而她媽媽也是 是的 其實她感覺到 不行的 你們兩個不要太整天見 困起來不行的 我說不是啊 可以的 要多一點好 反而我經常這樣 變成我們不會整天見 當然有時會喝茶 大時大節會見 但是老公一定會在 疫情還是嚴峻 少了見奶奶 我就覺得 因為有一個小白兔的農莊 我就帶過我女兒去一次 很近我 奶奶家 我就說 你懶好心 不是懶好心 就是孝順 孝順 孝順 我跟老公說 不如載奶奶 因為真的很久沒見 日前的關係 我也會的 是的 露天 大家戴著口罩 讓她見一下孝順 孝順都想麻麻石 我媽媽都說 我奶奶都說 不是不是 我 誰 我老公都說 不用了 不要了 我說不是啊 OK的 不要了 待會她又說一句 你不喜歡又什麼 搞到我麻煩了 難得我放假 我說不怕約了 結果真的約了 OK了 整件事很開心 他們又拍照 中途也有一點 就是我見到 婆婆 她的口罩 摸上摸下 摸上摸下 碰完狗之後 又會碰口罩 摸上摸下 我見到已經 真是 很死守 其實我平時 都很會做的 見到婆婆 哄她 聊天 開心 又不是經常見 相處是很融合的 從來沒有任何東西 但我見到這樣 你知道疫情 大家都緊張了 尤其是做媽媽 大家都很明白 是 明白 連我上不上班 都要想想要不需要隔離 14天 或者推完 我正常推了疫情 推了3至4個劇 無論重不重的角色 因為女兒最重要 說回話題 摸上摸下 我已經緊張了 我已經提到老公 叫你媽媽 不要摸上摸下 還有千萬不要碰那麼多 玩完2至3個小時之後 因為路是很斜的 我老公沒有開車 我負責叫車 姐姐在那裡 姐姐幫我抱著女兒 我正在忙著叫車 我一看著 我婆婆脫了我女兒的口罩 當時有9至10個人在那裡 她脫了她的口罩 我看到我立即衝過去 不要摸口罩 然後立即幫她戴回家抱走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還是我誇張 我真的爆炸那一刻 因為我心想 這個時候疫情這麼緊張 我明白 我外出都要很小心 又要洗手 又要推 又不摸東西 又這麼緊張 我當時真的第一次爆炸 然後沒有了 因為她始終是長輩 我都疼她 因為她是我老公的媽媽 我疼我老公 我就要疼我老公媽媽 所以我都忍著 撮著 不斷摸我老公 你知不知道怎樣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你說 還要是我要診 因為你那一下 你會很怕她有什麼事 我真的爆炸 就是 那一下擔心 糟了 在筆電梅帶 真的覺得現在是下的 一下了 說20秒鐘糟了 有沒有接近呢 還是怎樣 她的手你不要忘記 我不是說婆婆說話 我是說一件事 她那時候 兩個多三個小時 碰完兔子 碰完狗 是沒有洗過手的 她盯著 是呀 真的沒有洗過手 到了走的時候 我都按照 因為要叫兩輛車 OK 到現在都很激動 然後我說 奶奶走 好吧 拜拜 我真的覺得已經盡量控制到自己 是 很好啊 你做得了 謝謝 我覺得其實要調節自己的EQ 因為 掌聲明的 因為掌聲明的 因為掌輩有時候 因為我們有想的 不如想吧 可能我們自己都有責任 因為掌輩沒有出來工作 可能她不知道那麼多 網上資訊 現在疫情真的很嚴峻 對於她們來說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但我們作為媽媽的 她就很謹慎 對 看太多 很謹慎 所以就很緊張了 經過這次之後 我們又有經驗了 老公知道了 如果我們自己做足一點 就不會有問題 其實都是因為溝通 所以又再贊落老公 難怪她說 平時和奶奶 不要兩個人見 或者不要多見過份 過份的參與 就有機會有磨擦 無謂不開心 然後我老公也處理得很好 因為之後就農曆年 當然一定要見長輩拜年 我老公應該是電話 記住要戴口罩 怎樣怎樣怎樣 大家都很乖 戴口罩 怎樣也不會脫 我便知道 其實奶奶都是很明白事理 很懂得做的 所以我覺得溝通之餘 就是適當地要少許距離 好像你說的 適當地距離 就可以以禮相待 其實夫妻知道也是 都要有適當地的距離 幸好我老公是衛生幫 是 所以很多這些事情 我不用說 因為她是緊張得 我踢就算了 因為可能我老公做完 她是走過前線 所以我就不用做 很多人不用說 真是勞心勞力 我反而勸她 不要這樣跟她們說 我是反過來 說她那個套路 然後她就告訴我 那是 所以男人的角色是很重要 那些東西在中間 要調停 以及要處理好一點 我老公很喜歡放我上桌 怎樣 我挺羨慕你們 為甚麼 你老公是甚麼都說 你再吵 阿雪走了 真的嗎 我的嘴巴 而且她們很喜歡 在我面前就 吵你 那你奶奶都會 寄你三分 我老公是自己流行 把東西倒進我 我沒有說過 阿雪都說你問阿雪 有很多時候 她擺得我爆 她擺完我想爆 那奶奶可能有誤會了 她真的想爆 是啊 她不是想爆 我奶奶 我老公是很小的 反而不是做調和 她對著我 是很小的 而且她媽媽是很疼她 因為她是拉仔 她不知為甚麼 一對著她媽媽 她那個 智商就會減到 好像只剩下零 好 我有兩個最愛的女人 智商 對 你有沒有觀察過 有很多朋友說 其實你老公找老婆 其實是像她媽媽 所以你會在你奶奶上 找到一些特質 其實你自己是有的 難怪我 我老公說她媽媽很有性格 其實她說我很有性格 我挺好 那真是的 糟糕了 我老公常說 其實我媽媽很蠢 很像她媽媽 她媽媽喜歡吃東西 很像 很像 我的女兒 當日找個老公 都會像 頭髮 因為有些朋友 不是我自己 真的有些朋友 她的媳婦是比較接近的 然後 你看看 她媽媽也很接近的 就是一模一樣 買東西是換十次 買東西都不行 那些回來 回來 她剛才說 咦 那為什麼她找到一個媽媽來調教字 因為媽媽是最愛的女人 可能她頭髮寫了媽媽 都是這樣 其實是對的 媽媽證明換十次 咦 這個女人也證明了 我娶她回去 真的像 然後我馬上說 糟糕 我像不像我奶奶 我哪部分像 真的有像 然後可不可以沒有老公 你們是一樣的 真的原來是有這個特質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都不能說那麼絕 就算你說你奶奶 其實自己也有 其實你將來也會做奶奶 因為你兒子 我覺得奶奶 懂得做也很重要 除了我們媳婦一定會做 我奶奶 我覺得她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我們不是經常見 她會時不時 就會叮噹 做了些雞 做了些什麼 什麼豬肉 就會拿來 因為可能我正在忙 她不知道怎樣 她不會 她就是WhatsApp 我做了些什麼雞 什麼什麼 你家裡有沒有人 我放在你姐姐那裡 你想想 我不是真的她親生女 作為我這些媳婦 看見她覺得 哎呀 真的很好 很sweet 變成我都會想 很自然都會想疼她多些 我疼她多些 她又會疼我多些 其實是一個互動的關係 所以這個就是 怎樣解決婆式鬥婚 其實我們作為年輕人 你試試釋釀十步 對 你釀釀十步 你釀釀了 它又會退一點 然後你釀釀了 它又會好一點 你這個我想說 Exactly 就是為什麼呢 例如那天我說 剝口罩事件之後 我沒有說一句 她知道我又不喜歡 很緊張 我沒有說一句 反而她會覺得 是否可能我自己也剝了不好呢 反而之後就是 拜年的時候 她會戴口罩 大家相處很好 最好就是不要爭拗 寧願找老公去搞 兩邊去調和 人一喝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小朋友 我們更加要留意 因為小朋友 如果看到家庭的環境 不和諧 其實都會令到她 她會知道 其實不只是知道 一定是有研究 演典說過 就是小朋友 其實無論是看到 媽媽對婆婆 對媽媽 或者是夫婦 那些態度 她將來很容易 會跟回那條腦去 因為她自小就是這樣分圖 所以我現在經常都要 很努力做一個 很好的老婆 因為我女兒會看著我 所以真的有樣學樣 你疼媽媽 疼不疼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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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會看得到 所以這一集 大家的婆婆都不可以看 我奉勸之前不要告訴婆婆 這集 不是 一個老公就一定要看 要學一下 不要再錯下去 不要再錯下去 婆婆 或者所有人 可以訂閱這個Chill Good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的IG和Facebook 有什麼哄婆婆的 有什麼招數呢 或者有什麼想分享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和大家分享 對 還有想說 最重要是老公們要懂做 那就 家庭和目了 下集見 拜拜